深夜十點二三十位 年輕人路邊大聲叫囂 手裡拿著鋁棒 不停敲打地面相互推擠 個個表情凶狠 雙方熱媽 火氣越來越大 正準備動手 大火人突然鳥獸散 十多輛汽車路上狂奔落跑 在昨天晚上 大概九點半的時候 有民眾就是在發現 在我們普指示威路上 有十幾輛汽車 還有青少年在那邊聚集 看到我們警方到他現場 就立刻就跑掉了 看到警車年輕人遭鋼納杯 原來這群人都是叫班陣頭成員 雙方之前在媽祖生日 廟會活動發生衝突 相約出來談判一言不合 就在爆發街頭鬥毆 前一刻警方獲報到場 如果發現任何不法的行為 我們就會立即來予以偵辦 但晚上的話我們會派遣 線上的警力加強蓋地的巡邏 辖區派出所已經調閱監視器 現場還沒有開打 附近醫院也沒有接貨傷患 但年輕人深夜聚集 鬧事成胸鬥狠 差點就擦槍走火 這樣的場面 讓附近居民捏把冷汗 記者 侯國王書宏 嘉義報導